今天的一些内容 因为呢 就在徐晓鑫 因为你公布了这个 陈时中竞选办公室团队的名单之后 引起很大很大的争议 很大的这个反弹 尤其是陈时中 看起来有点气急败坏 我们待会就来看陈时中 我们先来看到徐晓鑫 你在这个脸书上所公布的 陈时中的网路人社 是不是原来是焦糖哥哥吗 因为呢这一份的名单 绿色网红名单 还是陈时中的办公室的竞选团队的名单呢 仔细来看一下有哪一些人 包括了陈嘉行 那就是焦糖哥哥啦 另外还有彭维昭是这个艳士级 另外还有绿色的郑二代 尤其是郑二代这个部分 有谁呢 有陈时中的儿子陈彦安 有蓝世聪的儿子 还有蔡碧仲的女儿 徐国勇的女儿 跟姚文嘉的女儿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份的名单说 那明明就是 到底是草包网红呢 还是加上了郑二代的战舰 小心有人说这一份的名单看起来 蛮坚强的 郑二代的联军的舰队 人名单看起来蛮坚强的 但是呢 郑克爽游做了梗图啦 他说 徐巧兴你怎么可以公开我的竞选团队呢 好像你有装免制马桶一样 我问一下小新 你第一眼看到这份名单的时候 有没有吓一跳 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名单 简直就是一个正二代的联军的舰队嘛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是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焦糖 在7月的时候 不是被陈时中的团队否认说 是在他的团队当中 但是陈时中的脸 包含各种回复都会这么像焦糖 那后来呢 我在网上捡到了一张通讯录哦 上面是分机号码 可不是他们个人隐私的手机哦 我就发现说 原来焦糖8月15号都还在他们团队里面 而且他在社群网路部门里面 是排在第一顺位的 第一个 所以显然是他们社群网路里面的领头羊 那这就让大家对上了 我觉得为什么陈时中 他每天都有一个新人设 其实这些人设很奇怪啊 比方说他会在里面的留言 因为范云一起去那个gay bar 或者是说呢 他可能会讲一些说 我有看这个BL剧啊 很多一些 感觉上不像是陈时中会看的 会关心的东西 在他里面上面好像 灵魂出窍一样 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那我先前就提过说 这个用了陈时中的大头贴的背后 是不是其实就是焦糖 那还真的在通讯录发现了 焦糖7月被否认他在团队 但是实际上他到8月中 都还是相当吃重的角色 那进而我们才发现到 原来除了焦糖之外 其他的这个整个竞选团队里面 他可以说就是一个网红 跟民进党政二代 高官二代的集合体 里面最大咖的其中一位 还有司法院的院长 许总理的女儿也在里面 那他就觉得说哇 这些人在竞选办公室名单里面 被公开出来之后 没想到陈时中的政有这么大的反应 他们今天说我一定是偷窥 然后说呢这个就是 翻版的水门案跟白色恐怖 我就想 竞选团队的名单在以前选举来说 都算是一个公开的资讯 现在在陈时中的首席变成又要再度秘密 封城30年吗 今天张瑞雄他竟然还讲说 这个是选团队的极机密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里面隐藏了太多民进党 政二代 让大家觉得说天啊 以前你们如何批评国民党有很多的政治二代 现在更是不言了 直接把这些人塞进陈时中的竞选团队里面 我觉得陈时中他必须要很负责任的站出来 直接告诉大家 如果我当选市长 以上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个会进到我的市政团队 否则大家会想啊 是不是陈时中当选了台北市的官船局长 就是焦糖陈嘉行 里面这些什么儿子女儿的全部加官进决 变成是市府的要角 全部塞进市府的点面 这是大家会很担心的 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必须为了公共利益 去揭露这份名单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民进党的反应越大 更让大家看到了 他是琢磨的保护这群的政二代 不想让这些名单让大家来看到 好所以他其实是不想让人家看到这份的名单 所以呢才会这样子的气急败坏 但是这里面的人 难道有这个形象不好的吗 还是说他们有一些争议的背景呢 他们的爸爸是谁 备受关注 所以呢这份名单才要好好的保密起来吗 我觉得其实他们大可以大方的去承证 因为呢就像是先前蒋万安 他不是也被周刊号出说 他的竞选团队里面有谁谁谁吗 那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 蒋万安会去讲说 这个个资法要去告 没有用法律去威胁人家 张善政的团队先前也有被爆出来说 里面有谁谁谁等等的嘛 也从来没有听到说 竞选团队的名单 除非你爆料的是错误的 好你爆料是错误的 里面有争议的人物 你觉得呢 你爆这个人出来让我名誉受损 你才会觉得说 哎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那现在看起来很奇怪的一点是 陳时中要嘛 他是过度保护这群政二代 要嘛就是这些政二代觉得 帮陳时中工作很丢烈 不能让大家知道啊 我竟然是在帮陳时中工作 再来就是里面有一些人 比方说陳时中今天讲焦糖 他没有讲出名字哦 那个人 他不敢讲焦糖的名字 他连名字都不敢讲出来 让陳时中觉得很丢烈 所以要嘛就是 你让陳时中丢烈了 要嘛就是陳时中让你丢烈了 让我想开透竞选团队的名单 要这样比照高端的疫苗 采购疫苗 比照高端的效益报告 要保存要保密的理由在哪里 这个算是跟我们过去 对于政治跟竞选的想象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显然是 可能是可能 郑二代觉得在帮陳时中很丢烈 或者是 陳时中觉得像焦糖这样子的人 帮他操盘 而且是灵魂人物非常的丢烈 现在来科普一下哦 这个水神呢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哦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